狮子在油猪洞口成功抓到一头油猪 立马抓着油猪不让它逃跑 油猪用力挣扎却没有狮子的力气大 被扳倒在了地上 狮子的捕猎经验非常丰富 扳倒油猪之后立马咬住喉咙 用拿手绝技成功限制住了油猪 油猪躺在地上没办法呼吸了 开始拼命挣扎 到现在只能侧躺着稍微动一下 只用了几秒的时间 狮子总算没有白忙活 挖油猪的洞穴挖了大半天 成功掏出了一窝油猪 这么大的油猪足够他们好好吃一顿的了 油猪挖洞时喜欢偷懒 只留下一个出口 一旦被狮子堵上就很难逃脱掉 一家老小被结实地困住了 拼命往外跑的时候 还是没逃过狮子的魔掌 油猪的肚子鼓起来很大 但是呼吸不到细先空气 慢慢也不怎么挣扎了 只是后腿稍微动一下 估计很难再逃脱掉了 另外一边 油猪没跑多远 就被狮子抓住了 锁住喉咙按在草地上 想要翻身也没有办法 母狮压在油猪身上 用爪子抱住 用力锁住喉咙 油猪一点反抗的办法都没有 油猪蓬蓬躺在地上 后腿乱踢 可是都没有踢到狮子 属于无用功 对狮子造不成多大的影响 其他狮子也走了过来 准备奋一杯羹 面对两头成年母狮 油猪这下子在劫难逃了 可是他的求生欲望 并没有让他放弃逃生的希望 还在用最后的力气进行挣扎 努力用后腿踢狮子 第二只狮子看到油猪很活跃 爬下去开始咬他的大腿 让他安分一点 油猪反抗的更加激烈了 后腿拼命乱踢 不过没什么大用 踢到狮子也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母狮没有等油猪彻底断气 就开始享受午餐 正吃着的时候被油猪踢到嘴巴 脑袋有点萌萌的 稍微缓一下继续享用美餐 毕竟谁能拒绝大中午的 吃上一顿猪肉大餐呢 锁猴的母狮喘着粗气 负责解决油猪 进食的母狮只管进食 否则待会其他狮子走过来 就不一定能吃饱了 现在要多吃一点才行 油猪失去了反抗能力 彻底成为了狮子的食物 母狮发现了两头野牛 立马冲上去 想要捉到一只解解馋 野牛拼命奔跑 跑得慢的那一只被母狮捉到 野牛没有停下来 甩开狮子之后继续逃跑 野牛一身腱子肉 看起来非常有力气 奔跑的速度也比较快 可不能就这么被狮子抓到 得赶紧回到牛群之中才行 一个牛在外边 实在是太危险了 狮子跟在后面 看着野牛逐渐跑远 不远处就是野牛群 狮子不敢贸然靠近它们 野牛进入到群体中 相对安全了一些 周围有好几只狮子 它们不敢乱跑 聚在一起 才能够抵御狮子的攻击 狮子们找不到突破口 只能来回跑寻找机会 成年野牛在外围抵御危险 母牛和小牛在里面 避免被狮子捉到 看到狮子靠近 野牛走出来驱赶 狮子看到没什么好机会 只能拉开距离 避免被锋利的牛脚顶到 一只勇敢的野牛冲出去 把狮子赶得更远一点 团结一致的野牛 能够很好地抵挡狮子 没有让狮子抓到小野牛 另外一边 雄狮朝着野牛就冲了过来 野牛什么都没有发现 还在原地发呆 狮子靠近之后 加快速度一个下潜 就咬住了野牛的脖子 熊狮的捕猎经验丰富 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 对付野牛 稳准狠地锁住了野牛 让它没办法动弹 野牛勉强站立 此时它害怕极了 尾巴不断摇摆 可是面对更强大的狮子 也没什么好办法 除非野牛同伴过来拯救 否则基本上没有逃跑的机会 熊狮的战斗力 是草原天花板的存在 能够单独捕捉一只成年野牛 这只野牛被熊狮抓住 只能算自己倒霉 野牛坚持了一分钟的时间 就再也坚持不住 倒在了地上 熊狮继续咬着野牛的喉咙 保持这样的姿势 直到它断气为止 熊狮成功拿下一只 几百斤重的野牛 可以好好饱餐一顿 这是花豹埋伏油猪的精彩画面 油猪能够顺利躲过花豹的伏迹吗 就在不久前 花豹来到油猪家门口 蹲在上面等待油猪出门 油猪蓬蓬 一般要睡到大中午才会起床 所以花豹也不怎么着急 蹲在草丛中就打起了盾 油猪蓬蓬睡醒之后 从洞里探出脑袋 看看周围有没有危险 谨慎观察周围的情况 什么都没有看到 状况十分的良好 适合出门装备 可是早上迷迷糊糊 听到外面有动静 担心有打工报埋伏 还是非常谨慎地待在洞口 小眼睛一眨一眨 觉得有点不对劲 别再是打工报设下的陷阱 一旦他跑出去 就会被抓住 越想越不对劲 还是得再观察一回才行 打工报就在上面蹲着 太阳比较暖和 有点昏昏欲睡 没有看到油猪出门 并且现在的反应也不灵活 抓不住露出半个身子的油猪 油猪蓬蓬感受一下空气的气味 灵敏的鼻子 分明闻到打工报的臭味 应该就在不远处了 可是却看不到他的影子 还是得好好观察才行 油猪蓬蓬并不着急出门 毕竟才刚刚睡醒 也没有那么饿 实在不行就缩回去睡一会 不能因为一时着急 成为打工报的猎物 油猪蓬蓬瞅一下不远处的两脚兽 他们整天开着车乱转 早已经见怪不怪 只要不打扰自己 爱做什么做什么 油猪蓬蓬鼻子上还有一堆沙土 刚起床就想着修理洞穴 是一个勤快的油猪 出门的事情也要再三考虑才行 终于鼓起勇气迈出了第一步 身体完全出动了 打工报在上面安静的待着 应该是睡着了 没看到这么大一只油猪 油猪蓬蓬观察一下外面 还是不放心又退回洞口 周围都是打工报的味道 外面还是太危险了 即使看不到打工报的身影 也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还是在洞里更安全 油猪蓬蓬张开鼻子 用力闻着周围的气味 的确是不对劲 方圆十米内指定有打工报 还是退回去保险一醒 此时的花报蹲在上面彻底睡着了 一动不动的很安详 油猪蓬蓬最后闻一下气味 决定退回去今天不出门了 打工报睡醒后 看到油猪蓬蓬没有出来 自己越来越困了 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决定回家去 先好好睡一觉再说 画面中 狮子们在此地刚刚结束了一场盛大的聚餐 现场仍散落着一堆诱人的牛排骨 那些意犹未尽的母狮 在骨头间细致地刮着剩余的肉馅 只要还有一丝可以踢出的美味 它们都会毫不吝啬地收入腹中 确保一丝一毫都不被浪费 其中一头母狮 那樱桃般的小口更是紧紧贴着牛排骨 不愿错过任何一点营养 只有摄取足够的食物 才能确保自己的体力充沛 进而更好地照顾那些嗷嗷待哺的小狮子们 小狐狼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 它应该亲眼目睹了水牛被狮子们扑倒的全过程 狮子们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并未过多驱赶 任由小狐狼在它们留下的食物残渣中 寻找着那些对于它们来说微不足道 但对于小狐狼来说却足以饱腹的碎肉 吃饱喝足的狮子悠然自得地离开 小狐狼们高兴坏了 可这种喜悦有些短暂 一群猎狗便闻风而至 猎狗们毫无顾忌地张开血盆大口 对排骨进行撕咬 甚至未曾细嚼便一口吞下 一群狐狼围绕着那最大的一块排骨 犹如恶狼扑事般争分夺秒的啃食掌 对它们而言 每一口都显得弥足珍贵 因为猎狗们的逼近使得它们被感压力 要不了多久 更多的猎狗将陆续到来 甚至连那常年在腐肉中穿梭的清洁公兔旧 也可能已经踏上了前来复咽的征途 猎狗们享受着这白茧的盛宴 牛排骨在它们的口中嘎嘣作响 清脆悦耳 当猎狗摄入腐肉时 食物会经过消化道进入胃液 强大的胃酸能够杀死那些细菌 病毒等有害物质 甚至有一些细菌 早已与这些食腐动物 形成了微妙的共生关系 今天的母狮无力之在线 默契配合 将猎狗们逼得四散奔逃 其中一只猎狗不幸成为了母狮们的目标 被两头母狮紧追不舍 很快 这只猎狗就被其中一头母狮追上 母狮张开血盆大口 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撕咬 紧接着 另一头母狮也迅速加入 两头母狮今日似乎要彻底发泄心中的怒火 让猎狗们领教它们的力量 猎狗群在远处不停地叫唤 但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它们却不敢轻易上前 母狮们对猎狗的仇恨易于言表 而猎狗们对母狮的忌惮 则是从心底深处散发出来的 这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接着看